這首歌 歡迎打開Ro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Coco 可可夜總會 皮克斯的第19部動畫電影 由Leon Critch 指導 同時他也是玩具總動員後面兩集 怪獸電力公司 海底總動員第一集的導演 在看可可夜總會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種強烈的感覺 我是在看皮克斯的電影 而且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 我大概是玩具總動員3之後 一部劇有原創性的題材 充滿逗趣的內容 並有感人的故事橋段 深厚的內在精神 整合成一個精彩的冒險 我們一起跟著主角Miguel 來到這個新奇未知的世界 故事敘述Miguel這個男孩 不顧家人的反對 他想要成為一個歌唱家 然後在墨西哥的亡靈節發生了故事 這個亡靈節有點像是我們的中元節 加上清明節 不過不是那種充滿禁忌的 恐怖的節日 而是迎接死去的家人 回到人間跟我們相聚的節日 故事的主軸就在家人的身上 一個意外地闖入死後的世界 他想要在這裡找到 被逐出家門的那個 也是音樂家的真真主婦 於是就拋下了自己其他的家人 獨自一人想要得到真真主婦的認同 故事是簡單有趣的 於是就在誰才是你真正的家人 這個主題上少了一些力道去發酵 後面的轉折也很可惜 太過簡單太順利解決了 讓整個電影的高潮起伏 有一點點平的感覺 不過如果把可可夜總會定義成 像我們的賀歲片一樣 是一個節日電影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反正熱鬧精彩又富有節日的意義就好 可可夜總會的故事還強調 與家人之間記憶的珍貴 所以除了會讓小朋友看得開心之外 也會讓每一個大人感到非常的滿足 非常的感動 你會感覺到皮克斯的動畫電影 《孩斯》跟迪士尼是有所差別的 他願意去挑戰大人世界的議題 但是是帶著同心的姿態 這部電影的畫面可以說是最讓人驚豔的地方了 這個電腦動畫的技術 可以說已經不是到逼真可以來形容的 那些人物背後的實體背景 有些地方根本就跟真的一樣了 還有這些顏色還有豐富的畫面感 尤其是那個死後的世界 非常的富有想像力和奇幻的感覺 皮克斯還有一點很厲害的就是 他很會設計老人的角色 從天外奇蹟的卡爾老爺爺 到這次可可夜總會的媽媽Coco 坐在輪椅上綁著兩條辮子 每次出場都超級可愛的 主角Miguel也是很有活力很可愛的小孩 但他就是白目闖獲之後 要全世界來幫他收拾的那種 我行我素的主角 沒有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他受到一些懲罰 或者是得到一些教訓 還是讓人蠻不爽的 神秘的骷髏人Hector 我覺得是一個設計得很棒的角色 一個幾乎要沒有人記得的可憐蟲 帶著Miguel去認識這個死後的世界 我也覺得這個角色他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去挖 可以更深入 但是為了故事節奏的關係我們還是都沒有看到 Hector 為了要闖入很多地方 他一直假扮的一位女性 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畫家達烈弗 他的故事之前也被拍成電影過 揮灑烈愛 有趣的是他的畫作有一半以上都是自畫像 我想電影就是依照這個事實而開了他一點玩笑 這部電影真的是會讓人覺得皮克斯回來了 但是還沒有回到像天外奇蹟 或者是玩具總動員3的那個高峰 不過滿滿的冒險精神 還有對動畫技術的突破都讓我非常的喜歡 可可夜總會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 並且把它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們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皮頻道 祝你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